你現在收看收聽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還有公民行動引營記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九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的網站上面會直播 那在之後呢 我們會在公庫的網站 以及燦爛時光網站上面 你都可以看得到完整的節目的播出 那今天的節目當中 要來跟大家談一個議題 在我們今天是禮拜五錄音的 當天其實是7月18號 在去年的7月18號 其實在台灣的所謂的政治史上 或者社會運動史上 其實都發生一件讓人家覺得非常憤怒的事情 就是在大埔事故當中的張藥房 在7月18號的時候呢 他是被強制的拆掉 那這個劉正宏呢 他說這是天赤良金 因為大部分的聲援的群眾 以及大埔事故都到台北的總統府來 這個陳情抗議哦 沒想到這個 劉正宏卻又在這個時間呢 去做了這樣一件事情 所以引發了非常非常多的愤怒 跟這個難過哦 那今天是這個大埔事件 這個強拆發生的一周年哦 那公民信用影機制度資料庫 除了在過去這幾天 不斷的把這個過去我們拍攝的影像 來重新的回顧之外 我們在今天也特別邀請到了 台灣農村陣線的成員 林樂希小巴 來跟我們一起來談這個一周年所發生的各式各樣的事情哦 小巴你好 是管老師燦爛時光的網友 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知道在 今天的晚上就是我們在錄音的這個晚上 在這個苗栗大埔藏藥房的原子呢 有一個活動叫做公益不會忘記 718大埔強拆週年紀念這個活動哦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他想要 去表達什麼樣的一種一種訴求 或是一個一個想法呢 是時間過得很快那一年前的今天就是大埔的這個四戶被苗栗縣政府搶拆的日子 那這個在這抗爭的這麼多年以來那其實大埔不要說這四戶 還有包括這其他的整個自救的農民跟其實很多生源的朋友學生 其實心裡其實最懷念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希望讓這個土地腐爛徵收的事情不要在其他地方再繼續發生 那我覺得其實在大埔的這個事件裡面其實也讓我看到了 特別像是張藥房秀春姐他在這個部分一個很堅定的一個力量 雖然說家沒有了 家在去年被拆掉這件事情讓大家非常難過 那這當家房子拆掉之後 很多人其實也在想包括秀春姐自己都在想說 那還要抗爭嗎 家都沒有了是不是要重新怎麼繼續生活 還是真的要繼續抗爭嗎 但其實我覺得真的是還蠻感動的是特別上是秀春姐他們這一路以來 他們把他們自己這麼苦痛的被強拆被壓迫的這個經驗 然後升華為對於這個制度的反省 那所以其實今天那在苗栗然後有很多關心苗栗的 其實很多是青年朋友 那是由這個捍衛苗栗的青年 他們來主動的發起就是紀念大埔的這個 一周年強拆的這個紀念的活動 那他們會在這個大埔的園址 他們會有彩繪那面牆壁 然後會放影片 然後邀請就是當地的自救會農民居民 然後一起一些聲援的團體學者專家 一起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覺得這個活動有一個最大的目的就是說 其實希望大家整個社會特別是政府 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都不要忘記大股事件所在給我們 這個整個社會的傷痛教訓跟成本 那我們必須要去修改我們的法令制度 然後讓這個強拆的事情不要再發生 我想我們待會兒會花更多的時間來談 這個所謂的土地徵收相關的 這個法律的制度上面的問題 那不過在這個所謂的大埔市戶 對絕大多數的這個台灣的民眾來講 他可能只是新聞事件 裡面的一個元素或者是一個場景 但是很多人他其實會想要更持續的了解 或關心這市戶的居民 當他們面臨到這麼大的衝擊的時候 在這一年來他們的生活是怎麼樣 他們的心情是怎麼樣 他們又是如何度過這個讓他們覺得非常 強大的一種所謂的震撼跟心理的壓力呢 其實這一年坦白講 就是過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我想其實最讓人傷感的 或許就是這個張藥房的張曾文先生 那在房子強拆的兩個月後 就是整整是滿兩個月的時間 其實是在中秋佳節的前夕 對 因為他不堪這個強拆之後 就是這種所有的精神上的創傷跟壓力 那他選擇的離開我們 那其實真的是過去政府 然後很多的這種開發的部門 他們都覺得說好像只要給個補償 然後給一點這個金錢上的支持 那居民就應該要滿足了 那我覺得其實張森文大哥 他是用他的生命在提醒我們說 其實所謂的一個家 真的不是價錢的問題 那這個跟他們整個的 過去幾十年來的生活記憶 地方的認同 其實都是緊緊的綁在一起 所以其實你今天把這個家拆掉了 他的記憶 他的認同 他的身心其實無處安頓 你在這個完全不是用金錢來彌補的 那除了張森文大哥做這樣的選擇之外 那我覺得其他的居民 其實選擇也是很辛苦的方式 他們重新面對一個全新的生活 然後繼續留下來 那我想特別提一下的就是這個 紅袖春蓬大姐 那被他們房子被拆了之後 包括原先的那個小店鋪也都沒了 其實對不只是說沒有居住的地方 那原本的這個家庭的生計 都出現了很大的這個困難 那我想特別一提的是說 那在當時就有進行這個 這個法案的修法 那那年因為在修法的時候 會起是在冬天 其實非常冷 那地的農民來台北街頭抗爭 聲援 其實大家都非常寒冷 那修春姐她一直都很喜歡 熟做一些 非常健康的一些加工品 可以溫暖大家的心 溫暖大家的身體 然後有力氣繼續抗爭 那在去年強篩之後 那許多關心的朋友 那他們也都一路陪伴著修春姐 那在他們家裡的這個 生計的來源也完全沒有了之後 也一起在想說 那怎麼可以協助 他們繼續在他們的生計上 可以繼續有一個支持 那所以後來呢 修春姐就把她原本在運動上 支持大家 溫暖大家的大福山堂 她就更正式的開發成為一個 就是這種手作的產品 然後她也到這個農民的市集裡面 來賣 然後作為她自己的一個 新的生活的一個 新的這個生計的來源 那我想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在這幾年的抗爭裡面 那修春姐也知道 有很多的人在支持著她 所以她後來在想要做這個 大福江堂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那種體貼 也是非常反饋的 就是她其實也在想說 那她要怎麼透過這個大福江堂 來支持台灣的農業 跟支持台灣的農民 那所以那個江堂的原料 不管是薑 糖 或者是這個麥芽糖 砂糖 然後米麩 米麩這種東西 那她其實也都非常用心的 到台灣的四處 去找尋這個合適的原料 然後找尋合適的小農 然後她也是透過這個加工 因為我知道加工品 其實會是需要一個非常穩定的 這個農產品這個來源 所以她也透過這種方式 去支持台灣其他的小農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在這個過程中看到 蠻感動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讓人家覺得非常感動 那其實我自己有吃過大福的薑糖 其實這個品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我們的觀眾朋友 有機會的話都應該來支持 特別是她所支持的不是一個 這個食品的本身 而是一個價值 而是一個理念 這是剛剛就像小巴所談到的 這個在背後整體的這個所謂的農業的 生產的過程跟土地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小小的動作 其實他就彰顯了非常大的 一個意義的存在 那我想小巴也是一個行動者 在過去這幾年當中 不管是小巴 或是在背後更大的一個台灣農村陣線 都參與了這個台灣的農村的 這個所謂的改革 或者是在這個農村的 這個所謂的搶救的這個行動當中 我不知道對小巴你個人來講 在這幾年的參與當中 有什麼事情讓你其實是非常非常難忘 或者有什麼事情讓你印象深刻 而這件事情其實可能也會成為你自己 或者是成為很多在支持農運的朋友 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呢 事實上上禮拜才剛從 上個週末才剛從大埔回來 那上個週末去大埔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難忘的經驗 那現在是7月嘛 那7月中 那剛好是這個第一期的到做修割的季節 那在睽違了4年之後 4年前那苗栗縣政府他們曾經派怪手到這個大埔的 不願意被遵收的這個農民的這個稻田裡面 那派怪手隨便的到這個田裡面胡亂的挖 然後把這個其實已經剛要結稅的這個稻子稻梗全部都毀壞了 那經過了這4年的抗爭協商 然後還有非常非常多很複雜的各式各樣的細節 那雖然大家印象中好像就是3、4年前那個時候 行政院長吳敦曾經有答應把地還農 那好像農民都已經拿到土地 好像沒什麼事情了 而是實際上不是 因為其實苗栗縣政府把這個地化給農民之後 因為苗栗縣政府其實真正心理上 也不關心農民的權益 也不關心耕作這件事情 所以地化給農民之後 其實沒有水源 那其實這是一件蠻荒謬的事情 所以事實上在這3、4年的時間裡面 大埔的農民們還是非常在各式各樣的場合 然後跟縣政府開會協商 然後確保他們的這個耕作的水源土質 然後都能夠達到這個耕作的要求 所以事實上這過去3、4年裡面 這個大埔的農民雖然得到了一個畫地還農的承諾 但他們從來也都沒有輕鬆過 那一直到今年的年初 那這個總算就是農地的這個部分 總算就是基本上是有處理到一個階段 那所以今年年初的時候 大埔的農民也就開始的插秧耕作 那經過了這個半年的這個耕作的這個期間 今年就是剛好是這陣子 那他們在收割這個稻米 所以我到這個大埔的這個農民的家裡 然後看到他們的那個稻子就是真的是結石累累 那想到4年前就是在同一個地方那個時候 然後那個畫面就是怪手挖過就是 其實開發的行為是不正當不正義的 那大家其實只要堅持下去 那我們我們喊出的這種量是主權 土地政一定會實現 那就是大家只要繼續的保持這個我們堅定的信心 那我覺得其實大埔給了大家很多很多正面的能量 鼓勵大家繼續可以抗爭下去堅持下去 在2010年的這個6月9號 這個苗栗縣長劉正宏用這個水泥柱把這個大土 這個整塊的農地是把它隔絕起來 那也禁止了這個除了居民以外的人進入 到了隔天 他就會把怪手開進稻田裡 所以我們在網路上面在很多地方就看到這個 非常讓人家覺得非常驚恐 而且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畫面 從那一刻開始 其實台灣的農業其實面臨到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這個挑戰除了來自於國家的暴力之外 其實也 台灣的農民也開始面臨到一種新的 團結上面的挑戰 因為他們要開始 我們要開始對抗這個國家的暴力 那小巴剛剛特別跟我們談到說 其實當我們看到慢慢的農地的成果 慢慢看到這個抗爭的過程當中的這個團結 這個力量其實是讓人家覺得更為強大的 不過我想一個更大的問題是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 沒事什麼東西來 我們就來回應的抗爭 而更重要是在整個土地徵收的相關的法律 在整個農業政策上面 他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去改變的可能性 待會我們休息之下 之後我們就來繼續的請教小巴 我們要從所謂的土地徵收的相關法令 來跟他談這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 公民行動議員記錄資料庫 還有燦爛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頻的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節目 讓大家了解到 在台灣的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 以及這個社會運動 他背後更複雜的一個在制度上面 在一個結構上面的因素 也就是說我們不希望大家看到的 或是我們期待大家在看到所謂的衝突之外 還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背後的問題 那今天在錄影的時間是在 2014年的7月18號 在一年前的今天 這個大譜 這個伺乎遭到苗栗縣長劉正宏 強制的拆除 那這個強制的拆除的事件 其實也讓許多人感到非常的憤怒 但是也讓很多人 對於所謂的政府的 這種所謂的粗暴的行為 有更多的不滿 也採取了相關後續的行動 到了在8月18號的時候 在去年8月18號 就是台灣第一次佔領政府 818拆政府 但是讓人家覺得比較悲傷的事情 是在9月18號的時候 這個張森文先生被強拆的事故之一 張藥房其實他選擇了離開我們 那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 非常龐大的一個社會的壓力 這個壓力不只來自於 這個所謂的土地徵收 更來自於背後的一個價值 這種所謂的發展主義的價值 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 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台灣農村陣線的成員林德希希小八 小八你好 關大老師 燦爛時光的朋友們大家好 其實我們在剛剛談到的是 在大埔的被拆遷之後 包括行動者 還有包括我們這個大湖的民眾 特別是剛剛談到的秀春傑 他一路走來的這個心路的歷程 那當然從一個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 他不是只有去輔助弱勢 或是協助這個所謂的弱勢發生等等 其實他更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在一個制度上面 是能夠更公平更合理的 一個符合正義的原則的一個制度的建立 那其實農村陣線其實去 除了一種所謂的 協助這些相關的農民之外 其實在這段時間 也去推動了這個土徵法的修法 那特別在今年年初 也提出了這個重新提案的土徵條例 那請請小八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農政或是一些 相關的學者專家所提出的這個土徵條例 跟官方他之前所提出來的 這些條例之間有什麼樣的差別嗎 那為什麼你們要提出這個所謂 體徵 土徵條例的這些相關的修正的意見呢 好的 那我想大譜這個個案 這個事情 其實讓我們整個全台灣的社會 都看到了我們現在這個台灣 土地腐爛徵收的這個現象 以及制度的這個不合理 那所以我們其實很早就提出來說 要需要透過修法 然後需要改變這個制度 然後來讓這個腐爛徵收的事情 不要再發生 那事實上我們在2011年的時候就有 把我們的這個民間版本的這個草案 送到立法院裡面去修過一次 那那個時候是上一屆的這個立法委員 那很坦白的講就是說其實在立法院當時 包括朝野的這個比例的分配 其實也比現在還要再更不均衡 所以我們上一次修法的成果不太理想 但即使是這樣子 我們也得到一點點這個階段性的成果 那就是我們在這個土徵條例裡面 有說這個加了一條就是特定農業區不得徵收 那所謂特定農業區其實是我們在過去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農業的這個耕作 那不管是水源啊土質啊 其實都要很投入很大量的這種公共建設 那才有辦法維持一個良好的這個生產的環境 那過去幾年我印象還蠻深刻的 是因為我們有參與這個農民之路是一個國際上最大的一個農民團體 我們去過一些國家參訪過 那我們台灣在去年也曾經搬過這個農民之路的東亞跟東南亞的這個區域會議 那很多其他國家的農民也來台灣 看走一走看看來參訪 那我們有一個很深刻 我們都共同有一個很深刻的發現 其實這種農業的這種設施跟灌溉 是需要非常大量的這種國家的這種投入跟興建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台灣非常非常幸運 因為我們在半個世紀之前 我們做了其實那當時的政府有做很多事情 包括土地改革 包括這個農地重化 然後包括這個水利設施的這個興建跟這個規劃 這個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非常少見的 所以坦白講我們台灣的這個農業的生產環境 就一個全世界各國參訪這個角度來講 其實都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那我們有這麼難能可貴的這個生產的條件跟環境 但是我們的土地我們的農地卻這樣一塊一塊的流失 那這個是其實坦白講 就是很多這種國外的朋友來參訪台灣 他們覺得大獲不竭的 因為他們覺得 覺得不可思議吧 對對對他們覺得天啊就是台灣的這個生產環境這麼好 然後很多這種農業的這種設施 公共設施做得這麼完善 結果竟然我們的政府不知道要珍惜 特別是現在現在這個能源危機啊石油危機 然後全世界這種糧價都越來越高漲 我們過去覺得台灣做農業不划算 我們透過自由貿易跟國外來買好像比較好 但現在已經我們現在是面臨到一個全新的挑戰 跟一個很嚴峻的這個環境 那糧食主權的這件事情其實是我們越來越多的這個國家 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重視了 那已經不是說這種我們台灣就只要發展3C 然後就是交給自由貿易就可以解決的這種事情 那所以說到我們這個修法 我們在上一次修法的時候 我們是有把這個特定農業區不得徵收 把它修進這個土地徵收條例裡面 但是也還不夠的是說 事實上這個特定農業區雖然說不得徵收 但是重大建設國家重大建設除外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沒有百分之百的反對徵收 因為我們覺得在某些就是說 真的是有符合公益性必要性 然後以及很這種很嚴格的這種徵收的這種 法定的這種條文規範的時候 我們認為就是也許也還是要保留 徵收這個工具來作為真的 如果國家需要做一些公共設施的時候 我們還是必須保留這個工具在 嗯嗯 但現在最大 嗯嗯 對那在這個土地徵收的這個部分 其實會有一個爭議嘛 就是你剛剛特別談到的是說 什麼叫做國家的重大建設 那或者是說放在更小的一個範疇來講 就是包括農政的朋友 或是包括徐盛永老師 很多人都談到所謂的徵收的時候 必須要所謂的公益性跟必要性 這個會不會是其實在很多這個在評估上面 或是在徵不徵收上面的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爭議 或者是一個模糊的地帶呢 呃是的 現在就是關於什麼是公益性 什麼是必要性 以及什麼叫做國家重大建設 那我們這個東西其實也是透過許許多個案 然後在政府的這個 呃 法定的程序裡面去討論 去開 去把這個論述的平台 然後去打開來 這有一點點像是呃 比如說像今年大家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在審福茂 那我們其實沒有法 所以我們後來在福茂上面 有一個呃訴求就是說 我們其實需要有一個兩岸協議的監督條例 我們需要有法源 我們才知道什麼來審 那其實今天的這個國家重大建設 也面臨到同樣一個問題 嗯 我們完全沒有法源 我們沒有沒有依據 所以到底什麼叫做國家重大建設 那我們需要怎麼審 那坦白講現在政府 他說了就算 那所以我們其實也是呃 在透過去呃 許許多個案 然後去呃 重新把這個 國家重大建設的這個相關的制度 定義 然後程序做一個討論跟擬清 那也把這個模糊地帶我們就打開來 這個就是需要我們整個社會共同來 來討論 那另外就是說呃 我們今年這個是我們呃 之前修法的這個階段性的成果 那我們今年也提出了一個呃 更大幅度的這個修法的呃 訴求就是我們建議是要把區段徵收的 這整個對整張都拿掉 嗯 那事實上就是說我剛剛有提到就是 我們認為國家在進行 也許在進行一些呃 必要的這種公共設施的時候 當然就是那個必要性跟呃 公益性是我們需要再去做一步 進一步的這個釐清認識鬥爭的 保留了這個呃 徵收作為呃 國家強制性的一個工具 但是事實上呃 我們反過來看這個區段徵收 嗯 它其實呃 不算是這種呃 呃 我們應該是說呃 這個區段徵收 它有一點點像是一種強制性的合作開發 嗯哼 呃 那它其實是一個把這個 比如說農地變成建地 然後透過這個都市計畫 然後來其實坦白講是一個炒作地皮 然後彌補地方政府的財政市制的一個工具 嗯 那坦白講 它已經背離了原先這個土地徵收條例裡面 在定義的這種徵收的這個意義 它其實就是一個合作開發的計畫 嗯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把這樣子的一個合作開發計畫 從土地徵收條例裡面拿走 嗯 就讓徵收回歸徵收就是一般徵收這樣子 那至於這個區段徵收 它其實是因為 它其實是這個合作開發的計畫嘛 那合作開發計畫就應該要走 合作開發的這個程序 那不應該是由政府 然後假裝說這是一個很 有很大的公益性的一個 呃 國家的一個計畫 它其實就是一個合作開發計畫 那如果既然是合作開發計畫的話 那這些開發人他們應該是 平起平坐一起坐下來一起討論 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開發 嗯 所以我們認為 呃 應該要把這個區段徵收 從土地徵收條例裡面整個拿掉 那它如果是合作開發 它就不要假裝 它是一個 呃 國家的這種公益性的這種重大建設 它就去走這個合作開發的程序 跟這個相關的法律 嗯 也就是說 你的意思是說 在原來的一些所謂的土地徵收的 這些條例當中 會有把這種所謂的跟廠商合作的 這一種所謂的做法 用假借區端徵收之名 來進行這個所謂的實際合作支持嗎 對 嗯 對 那就是說 嗯 土地徵收條例它 坦白講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 呃 嚴格的工具 嗯 因為它為了要去 比如說 當有一些這種真正是有必要性的這種公共設施的時候 它是賦予了國家非常大的權力 嗯 那可以把農民或者是一般人民的居住的呃 家園或者耕作的土地拿過來 嗯 那坦白講這個是賦予的國家非常大的這個公權力來做這件事情 嗯 對 那但是我們認為就是說保留這個工具也許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是像是這種 呃其實是合作開發的計畫 其實都是在炒作地皮 然後其實是要彌補地方政府的財政赤字 那還真的不能賦予政府和國家有這麼大的權力 來搶奪人民的家園跟跟做的土地 那它如果是 嗯 其實包括之前這個桃園縣縣長 呃苗縣縣長劉正宏就講過類似這種徵收 其實在對所有的財政這個赤字的這個彌補是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那這其實是一個一個非常重要的把這個這個土地的這個所謂的價值或者權利 基本上來講 透過這個法律讓渡給這個地方政府 他可以隨意的去透過區段徵收的方法去這個傷害農地以及傷害人民的生計 那我想最後一個問題想要請教這個小八 我們知道這個大埔他絕對不會是一個個案 那在台灣其實也還有類似的這樣的一個問題不斷的在出現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的觀眾朋友或聽眾朋友說 在台灣目前還有哪些的這些 呃這些地方呢他面臨到同樣的這個徵收的問題 那也可以讓我們有的我們的聽眾朋友 也許可以有更多的關心跟行動的參與 嗯好的其實從南到北就是呃這個政府的這個開發的計畫 其實還是層出不窮 那比如說現在全台灣最大的這個開發的計畫 其實是在桃園的航空城 沒錯 那呃將近有3000公頃 但是我們也在前一陣子的這個新聞的報導上 我們其實也看到了我們原先預言我們說這個土地炒作 這個黑箱的這個利益 其實都不是空穴來風我們看到了 呃這個就是桃園縣的這個葉世文 那他是之前的這個應見署長 他因為這個土地炒作開發的這個 呃受賄的這個疑點 然後有被被檢警調查 那所以其實我們想強調的就是說呃政府過去都會以這種呃 我開發這個會給地方帶來多少的就業機會啊 然後帶來多少的GDP的成長啊 事實上我們在這個目前看到的很多的這個開發案 我們看到其實很多地方就是荒野漫草 那像坦白講我上禮拜去大埔的時候 我除了看到那個呃農民的農田收割之外 我其實在那邊有看到大概好幾十個建案正在興建 嗯但是相反的就是說 當時縣政府要承諾給地方說我有開發這個計畫 會帶來幾千個幾萬個工作機會 那些工作機會在哪裡 其實大家都沒看到 但是你現在去就是很明顯的就是 好幾十個建案正在開發 你都很能想像說那個地方怎麼會住那麼多人 嗯嗯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就是比如說像是大埔然後航空城之外 另外還有就是這個呃台北的這個淡海二旗 嗯我們看到這個北 台北的這個北郊的這個淡海 至上淡海一旗都還有很多地是荒煙漫草 但是現在二旗又要開發 也讓大家感到大獲不竭 嗯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特別是呃剛剛小巴特別提到的是 很多的這種所謂的開發案 他都是假借這個所謂的這個所謂的農 這個所謂的開發知名 這開發知名其實他常常呃對於所謂的農業 是非常大的這種傷害 甚至呃他是背後隱藏的更大的這個重點 這個所謂的鎮商的利益 事實上呃很多的國家都已經把農業 把它升高到一個所謂的國家安全的 這樣一個層級 他絕對不是一個 因為他跟糧食自主是有很大的關聯性 我們從這個大埔的事件 也談到了這個土爭法的這個修正 那我們又希望我們除了在關心個案之外 也可以更回過頭來關心 這個影響到整個台灣土地 或是農民的這種所謂的權益 跟整個糧食問題的一個徵收的 這個土地徵收條例 今天非常謝謝小巴在我們節目當中 來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之後我們還有更多的這個機會 來跟小巴一起來討論 謝謝小巴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